我们在黄金海岸待了两天 昨天晚上很晚才到那个凯恩斯 就是大宝礁嘛 然后澳洲最有名的世界文化遗产 东边的大宝礁 然后西澳大利亚就是灵格鲁礁 那灵格鲁礁的旅游开发这一块 肯定没有大宝礁做得好 以前我去的时候就没有拍视频嘛 然后大宝礁我也是第一次来 这两天也给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这是住的一个手心的酒店 在这个地方可以 这就是凯恩斯 凯恩斯这个城市也不大 大概只有二三十万人吧 看一下 对面都是山 下面就是城市 在凯恩斯这个城市的海边 这里有个免费的公共的游泳池 我的小孩子在这里玩晒太阳什么的 看一下 然后这旁边就是海边 这海边一次一定没有 这不是海嘛 还要往前面 这地方晒太阳还是可不错 这里还有个河开鲁礼 然后这个一条街 还是是个旅游城市嘛 它的纬度的话 基本上是在澳洲的最北边的 所以这里的气温的话 夏天 冬天的话 晚上都接近有二十度了 我又开空调 冬天四个到这里来 然后在夏天就可以知道了 跟澳洲最北边的达尔文差不多 是个旅游城市 到凯恩斯来 除了去大宝礁以外的话 还有一个项目就是去那个 做那种很复古的火车去那个丛林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火车有点意思 很长很长的火车 像观光的火车一样 要坐两个小时 然后好长 是好多年没有坐过火车了 而且是这么古老复古的火车 大家看一下 这个火车 这个火车 还有很多照片 火车开掉也很快 从那个坛式的市区开过来 这个旅游的话 我就要坐两个小时 这个旅游的话 在出城的话 就能看完后别走 我们就跑了 最后一 Fleur 在行为 那里呢 我们都要不在行 我不会 最后一般肯定 这都要是 之后 一直得到 有一种 是 之外 我 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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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